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在陪伴她成长的过程中 发生各种爆笑又温馨的故事 Himei出生时 发现女婴父亲 名为后腾可酒师的医生 却月底询问男主角 是不是漫画家 并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老师的作品 Kintan Mashi Mashi 一旁的护士也跟着附和 是那部充满下流梗的漫画吗 深受打击的可酒师 从那一刻起 决定为了女儿 开始向周遭的人隐瞒 自己是下流梗 搞笑漫画家这件事 不幸的是 后腾一家三口幸福的日子 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Himei三岁那一年 妻子被诊断出 罹患后天性色盲 为了让妻子失去色觉前 能再看看蓝色的美景 可酒师决定带着妻女 一起去旅行 但妻子却在旅途中遭遇海难 和其他亲民乘客一同消失在茫茫大海中 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妻子的可酒师 从此不再为自己的作品涂上颜色 很快的Himei十岁了 可酒师继续对女儿隐瞒着自己的职业 每天穿着西装 假扮成一般的白领上班族 等到女儿走远后 再到附近认识的店家 换上休闲装扮 然后来到工作室和助手们会面 可酒师的助手们 智智、罗莎、雅美和戒子 也渐渐习惯了可酒师这样的行径 偶尔也会帮着可酒师 对Himei隐藏漫画工作 唯一的例外 就是新任的漫画责任编辑 石玩怨 个性相当自我的她 基本上很少帮忙老师打掩护 甚至在刚成为可酒师的责编时 直接跑到了可酒师家中要拜访老师 以为石玩怨会直接到工作室打招呼的可酒师 在助手戒子的提醒下 才想到对方该不会直接跑到家里去了 深怕秘密就此被女儿知晓的可酒师 赶紧换装回家 回到家后石玩怨果然出现在了家里 而且还穿着印有自己作品的T恤 因为无法强迫石玩怨把衣服脱下 可酒师只好自己用画笔将图案改写 差点就让漫画家的身份被女儿发现 在可酒师的养育下 知道自己没有妈妈的Himei 有时候会表现出相较于同龄人更成熟的作为 举例来说 有一次在校外教学的活动中 Himei正在帮忙洗米时 她那笨拙的洗米方式 遭到了组员的纠正并对她说 难道你的妈妈没有教过你吗 Himei虽然认了一下 但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 而是笑着回应 这样啊 那我试试看 不过整体而言 Himei在学校的生活还是很快乐的 因为她的身边有着小厨 芝美亚、粒子以及家带这样的好朋友们 知晓Himei家境且知道Himei的爸爸 就是漫画家后腾可酒师的班导 六条 也因此经常对Himei有多一些的关心 就这样故事以可酒师和Himei的日常为主 讽刺漫画行业为辅 并从中插入些许感人的桥段 七夕时Himei在学校向朋友比奈问起 应该在许愿圈上写下什么样的愿望 才能让爸爸高兴呢 比奈对Himei表示 妈妈说男人都希望出人头地 换句话说 如果能变得了不起那就是一切 Himei听了朋友的建议 便在家里的竹子挂上 写着希望爸爸变得了不起的许愿签 隔天搞不明白该怎么样 才能变得了不起的可酒师 向助手们求助 这时助手致志向他表示 依照社会评价来看 出名也许就等于了不起吧 因此可酒师想着 那我只要成为有名的漫画家就好啦 但助手雅美提醒他 要是出了名 Himei不就也会知道了吗 于是他瞬间就放弃了这样的想法 当天睡觉前 可酒师终于问了Himei 为什么要在许愿签上写下 希望爸爸变得了不起 Himei表示 他只是想让爸爸觉得开心 理解女儿的心意后 可酒师表示很感谢 但同时也向女儿表明 只要Himei能够健健康康地长大 就是令他最开心的事情了 某天 可酒师和Himei一起去参加了一场祭典 祭典结束后 可酒师将当天拍的相片列印出来时 发现自己从没看过Himei身上穿的那件浴衣 Himei表示自己是在纸箱里找到的 可酒师推开拉门 发现了写着不同岁数名称的9个纸箱 Himei所穿的浴衣就放在标示着10岁的纸箱中 女儿误以为这些都是爸爸替他准备的 还很开心地要爸爸再帮他缝一件脸身裙 但可酒师明白 这一切其实都是妻子 事先替女儿准备好的 这一天 可酒师陪着Himei来到动物园进行动物写生 但最后Himei却画了一张 老虎眼中的爸爸和我 开心的可酒师立刻将这张画表框挂在家中的墙上 看着Himei画的图 可酒师想起了以前曾与妻子 一同带着Himei去动物园玩的回忆 只不过当时拍下的照片 如今只能够被他埋藏在抽屉里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Himei的外公每年都会买书包 并用假名的名义送给他 可酒师偶尔也会向外公报告Himei的生活情况 在Himei向爸爸提出想要饲养小狗时 Himei的外公便将女儿曾经饲养过的狗狗的孙子 以及一台钢琴送到了后腾家 说着希望Himei能继承她母亲的才华 硬是要可酒师收了下来 同时也揭露了可酒师在镰仓有一栋用来存放原稿的屋子 先前驻守戒子去放原稿时 偶然发现一张女孩与狗狗的画作 画像中的女孩长相与Himei相当相似 当众人都以为可酒师还有这种画风师 可酒师却向大家表示 这是Himei的外公画的作品 画像中的女孩正是Himei的妈妈 Himei的外公是日本画的画家 和自己这种不入流的搞笑漫画家是不一样的 也因此当年外公非常反对妻子和自己的婚事 至今可酒师和岳父也适中维持着有距离的相处模式 为了替Himei举办11岁的生日会 可酒师拿出了妻子替30岁的自己准备的纸箱 找到了一本写着庆祝指南的笔记本 并努力的学习如何做炸鸡块 最后在众人的帮助下 Himei11岁的生日会完美地落幕了 在后续的单独庆祝宴上 Himei收到了爸爸送的音乐盒 以上的种种故事都发生于Himei10岁的那一年 接下来的故事将从Himei升上国中后展开 事实上当年与其他失踪者的家属一起举行葬礼后 仍旧坚信妻子还活着的可酒师 决定自行花钱继续寻找妻子的下落 就这样着着着着 花费了超过10年的时间 仍旧一无所获 然而这样的私事却被成为记者后的千田 匿名写成了报道 千田是Himei10岁时在公园认识的高中生 千田立志要成为偶像 喜欢上千田歌声的Himei 于是就成了头号粉丝 千田本以为这样的故事会被当成一则美谈 但这段经历却引来了一波网路论战 身为搞笑漫画家的可酒师被大量的网友批评 妻子死了还画得出下流梗 这人的人品也太糟糕了吧 看这家伙画的漫画已经笑不出来了 无法将漫画作品和作者本人的私生活分割开来的读者 纷纷对后腾可酒师这位漫画家提出质疑 看似无心的话语 却让可酒师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 当天可酒师心事重重地从侧门的走廊回到了家中 仿佛不想让Himei担心似的嘴上说着被猎人头 会换更好的工作之类的话 不过Himei还是察觉到了爸爸想辞职的想法 事件爆发后没多久 可酒师就将自己正在连载的作品完结掉 并就此封闭 辞去漫画家的工作后 为了维持生计 可酒师做起了各种他不擅长的体力活工作 尽管如此 没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存款又都拿去请求搜救团队寻找妻子的可酒师 在迫于无奈之下 只好选择卖掉当年在中暮黑盖的房子 带着Himei搬到了有些破酒的公寓 虽然搬离了原本的家 但Himei认为只要能和爸爸在一起 那都无所谓 就在此时担任搬货人员的可酒师 不慎被一大碟漫画杂志堆给砸到 意思是因为有其他员工想偷拍杂志内容上网分享 而导致原本堆叠好的漫画杂志产生倾斜而掉落 可酒师被从高处坠落的漫画杂志攻击后 当场就失去了意识 18岁的生日那天 Himei静静地在那栋破酒的公寓中 听着音乐盒的声音 看着11岁生日宴会上的照片 此时她的身旁已经没有了爸爸的声音 突然有一封匿名的信被丢进了家中 信封内有一张地图与钥匙 以及写了有隐瞒之事的字条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Himei搭着电车来到了地图上所标示的地点 打开门锁后 Himei发现了爸爸一直向她隐瞒的事情 原来爸爸的工作是漫画家 这时Himei才明白原来当年爸爸想辞去的是漫画家的工作 在探索房屋的过程中 Himei发现这间屋子的格局与中暮黑的家完全相同 接着Himei又发现房间里摆放着和先前在中暮黑的家里看到的相同的纸箱 只不过上面分别写着17岁、18岁、19岁与20岁的字样 Himei打开了写着17岁的纸箱 里面放着一叠漫画原稿 既没有魔法也没有任何剧情起伏 仅仅是一则围绕着父亲、母亲和女儿三口之家的平凡日常故事 只不过这样无聊的日常生活却是Himei再怎么渴望也无法实现的梦想 同时Himei也发现了现在自己所在的这栋屋子 正是自己小时候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过的地方 就在Himei翻阅着这些纸箱时 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们 偷偷地跟着她来到了连仓 就在众人犹豫着要不要进去屋里找Himei时 曾经的班导六条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 并说着自己有一则好消息与坏消息要告诉Himei 其实跟着Himei来到连仓的人不止他们 就连爸爸当年的助手罗莎和编辑十万愿 也在一旁聊着天并静静地守护着Himei 接着一名自称是表弟的男孩突然现身 Himei认出了眼前的男孩 是最近电视上相当出名 已经传承好几代的歌舞伎演员继承人 她告诉Himei可酒士与她的母亲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Himei收到的地图与钥匙 就是可酒士拜托自己的妹妹 希望当自己遭遇到意外时 她能够帮忙将这栋房子转交给女儿 同时希望妹妹将房子里的东西都卖掉 用来攻击女儿的生活 男孩确认Himei一切安好后准备转身离去 此时曾经的班导六条也突然现身 并匆忙地向Himei表示 Himei的爸爸醒过来了 但遗憾的是他失去了七年的记忆 现在的他活在Himei十岁的时光里 当活生生的Himei站在可酒士面前时 可酒士也完全没有察觉 只把他当作一般的陌生人 甚至还委托他回家帮忙看看Himei是否平安 起初看着爸爸在病房与助手们一起画着原稿很开心的样子 担心爸爸恢复记忆后又会失去漫画的Himei 决定维持现状让爸爸继续感受幸福 即便爸爸再也想不起自己也没关系 然而当爸爸再度向Himei表示 一直以来最能够让他感到幸福的事情 就是Himei能够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人这件事 听完爸爸的这番话 Himei擦干了眼泪奔跑着离开了医院 并打电话将朋友们一起找来镰仓 取走了爸爸画的原稿再带回医院 可酒士拿到原稿后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 完全不记得自己画过这种剧情的可酒士 再次阅读自己当年所画的原稿后 渐渐地想起了过去的回忆 当可酒士将目光从原稿移向眼前的Himei时 Himei开口向可酒士说 可酒士终于找回了失去的这七年的记忆 这部作品的原作漫画 也在今年8月发售的《月刊少年》Magazine上 刊载了最终回 故事的结尾得到了美术金奖 但还没找到出入的Himei 也开始瞒着父亲创作漫画 还利用母亲生前遗留的各种颜色的色码图与设计图 将先前爸爸所绘制的三人家庭草稿填上色彩 并以可酒士回归漫画界 且再度和女儿Himei展开新生活 替这部作品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其实故事中还有些细节我没有讲得很完整 有些甚至也没有提及 这点还请多多见谅 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各大平台观看这部动画 我会把相关的网络播放平台 放在底下的说明栏内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欢迎订阅我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